队员热情高涨文章来源,半岛晨暴休整了一天后,一方对众 回训练场,马上又是上下午两练,按计划,当地时间28日上午重点 演练的是防守端,29日上午则要雕琢进攻端,而在下午,照例是拳 对分组对抗,西班牙集训已经进入尾声,教练组正争分夺秒向拳对冠 株战术要求,可以看出,一方教练组是一个配合紧密,工作极具 效率的团队,在训练场上,每个人都各司其职,整个团队就像是一步 上了发条的机器,带动着球队投入到高节奏地训练当中,仅从训练环 节的紧凑性来说,一方现在的节奏要比去年舒斯特尔带队时要高一些 当然,新赛季中一方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战术体系,场上表现 如何,现在还无法做出预判,一方面,这取决于影员情况,同时要看 新的内外援能否迅速融入球队,另一方面,教练组的执教能力只有通 过联赛才能得到证明,当前阶段能够确认的是,球员们训练热情都很 高涨,这反映出,教练组的工作迅速被球员们接受,一方队的东训攻 做进展的比较顺利,当地时间28日上午的训练重点在于防守 一方的四后卫体系不会变,教练组主要强调的是后卫队员的卡位,对 抗与防守步伐,针对如何纠缠住进攻球员的问题,教练们还在场上亲 自做起了示范,必须承认,作为才升入中超二年级的球队,一方基础 还比较差,东训期间,更需要在细节上多下功夫,目前,内外援 还在逐一落实中,盖坦受伤后一直在进行恢复性训练,目前奎因需要 办理签证事宜,也提前离队返回家乡,要等到春节后到上海继续东训 十,一方队的主力框架才能逐渐搭建起来,三就现有人员来说,东训 质量还是比较高的,28日恰逢农历小年,俱乐部特意安排人跑 了很远的路,买来了速冻水饺,酒店大厨们都不知道怎么煮饺子,又 使球队工作人员到厨房自己动手,在餐厅,俱乐部总经理周军向全队 简短讲话,表示按照北方习俗,过小年给大家准备了饺子,大家训练 都很辛苦,俱乐部非常感谢,希望全队能够团结一心,刻苦训练,为 大连争得荣誉,半岛晨报,海力网特派记者隋海涛1月29日